美軍情報分析員對中出售軍事機密遭逮捕 兩會敏感持倍增 會上細節反映習近平健康下滑 撞邪勒粉紅網民在網上抽出三害批鬥 美國指責哈馬斯分子阻撓停火 以色列軍調查10.7失誤 俄儲備能維持與烏克蘭戰爭兩年 中共直接參與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8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希望知晶國際要問 我是林欣 觀眾朋友們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錄音 這是來自Kelly女士的錄音 她表達了對我們推薦的三高代謝寶的感激之情 我們來聽聽Kelly說些甚麼 我好喜歡我叫每個人都要買 這個東西實在太好 我怕它斷貨 我本來訂了六瓶 效果很好 就買了二十四瓶 希望知晶我真的謝謝謝謝 她真的救了我一個命 我糖尿病很久 自這個以後我的那個小病 變成很輕瘦 還有我的頭音也沒有 希望知晶我真的謝謝謝謝你 我真的假的真的很有錢 就是我可以幫助 會捐款給你們的 更多訊息 請訪問健康520網站 我們期待帶給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3月7日一名美國陸軍情報分析師 因涉嫌向中共出售敏感國防資訊遭到逮捕 請看報導 3月7日一名美國陸軍情報分析師 因涉嫌向中共出售敏感國防資訊遭到逮捕 當日美國田納西州中區檢察官 萊文蒂斯宣布 來自肯塔基州坎貝爾堡的陸軍士兵 蘇以遲被指控向中國出售國防機密 蘇以遲作為第506部兵團第一營的情報分析員 從2022年6月起收到來自中國的14筆付款 共計4萬2千美元 作為交換 蘇以遲將美國軍方的消息提供給了中共當局 檢方指控蘇以遲犯下6項罪名 其中包括串謀非法傳播國防信息 非法向中國出口國防物品 以及賄賂公職人員等 起訴書稱 蘇以遲與一名他認為居住在香港的人聯繫 對中共提供有關美國在台灣遭受軍事攻擊時計劃的信息 他提供的資料包括文件、書籍、計劃、地圖、筆記和相片等 此外 蘇以遲還向中共間諜提供了HH-60W直升機 F-22A戰鬥機 以及洲際彈道導彈的空軍戰術技術和程序搜查 以及關於美國防禦台灣的武器系統和導彈防禦系統文件 美國司法部7日發布新聞稿說 書以遲將個人利益置於美國人民的安全之上 而司法部只利於找出那些違反保護我們國家秘密誓言的人 並追究他們的責任 目前為止 美國聯邦調查局和美國陸軍反情報司令部已經介入調查潛案 萊文斯帝指出 未經授權出售這類資訊的行為 違反了美國國家安全法 危及美國的安全是不能容忍的 今天的起訴書應該提醒人們 司法部肯保護美國免受任何國內外安全威脅的領域保持警惕 中共兩會期間北京政府風聲鶴淚 導致近日網絡敏感詞突爭 包括習近平、個人集權等十幾個詞彙 在百度成為敏感、屏蔽遲早 同時 隨著習近平出席公開場合會議 關於他健康狀況的傳聞 再次出現 有分析人指出一個異常情況 並認為這可能意味著習近平的身體存在問題 請聽報導 據悉 根據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團隊的調查 在兩會期間 中共再度挖掘新的敏感詞會 對手術活動實施屏蔽 其中包括習大大敏感詞 習近平敏剛新軍 災難、習近等詞會被封鎖 此外 包括取消兩會 舉手機械大會等詞語 亦在兩會期間成為一些網民的上手詞 對此有網友表示 看下這幾年的代表吾恨吾痛的建議 兩會其實也沒必要開樂 純浪費時間 同時 關於記者會取消的話題亦成為熱點 中共政府屏蔽了關於記者會 總理倒車、總理倒退等詞會 還有中國網民搜索、禁止強迫勞動、產品、歐盟的遲早 以及解放思想的悲劇和鬧劇 相關內容遭中共網絡監管部門屏蔽 網民評論說 中共政府培養大量舉手機器 政協給國務院工作報告提意見 也淪為笑病 沒多久之前 政協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 防外醫院副院長鄭哲說 認真研究李強工作報告之後 提出修改意見 要將政府工作報告第26頁的 深化公立醫院改革 以病人為中心改善醫療服務 段落中的第一個逗好改為句好 被網絡評論為史上雕花 而上海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張蒙雲就提出 要修改兩個字 將第26頁的《雀眼推進分級診療中的雀眼》 改為持續 原因是雀眼表達的意思是要做某件事 而持續意味著 需要做到一年比一年好 獲得網友都是人精等評論 有網民說 這個工作不需要這些代表做 連學校的阮文科代表都能夠做 還有網友說 我認為這個代表我都可以做 而且自帶飯盒、交通費自理 在另一方面 中共兩會期間 中共黨魁習近平出現在公開鏡頭之下 有時評人發現 習近平面前桌上的一個細節 可能反映了他的身體問題 公開短片顯示 在今年的兩會期間 其他與會中共代表和官員的桌上 只有一個茶杯 而習近平的面前仍然有兩個 而在2019年、2021年和23年的兩會上 習近平面前總是有兩個茶杯 同時有一名專業林服務員更換他的兩個茶杯 視頻人士陳破空認為 這兩個杯放在桌上 可能有不同的用處 他在6日表示 習近平面前需要兩個杯 很有可能是一個是裝茶、一個裝藥或者是補品 陳破空評論說 習近平可以透過很多其他方式 來展示他的一尊地位 無需要通過兩個杯 我認為這是由於某些不得已的原因 他準備了兩個杯 其中一杯與其他人一樣 用來飲茶止喝 而另一杯就是他特用的某種藥物 服務員也屬專門為他服務的 因此 我認為習近平之所以採取這種做法 多半的原因在於他的身體狀況 同時 今年兩會的議程大幅度縮短 3月10日上午就將閉幕為期六日 長度只有以往會議的一半 陳破空認為 這個可能也是習近平有病的徵兆 縮短會議可能是因為習近平的健康不能夠堅持 同時 李強的記者會被取消 也可能是因為習近平身體健康問題曝光機會減少 擔心李強的曝光率可能會超過他 在兩會召開前 習近平罕見缺席了一個他從未缺席過的會議 就是3月1日舉行的2024年春季中共黨後 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 自2018年至2023年 他每年都會出席這個活動並發表演講 陳破空說 習近平是個極度集權的人 出席這個會議是要表明中央的高度關注 而在今年 習近平可能出於身體狀況 需要為兩會養精畜銳因此未能參加 陳破空評論說 從這些動態可以看出 習近平的身體狀況堪憂 兩會期間 他的面部和頭部明顯浮腫 而前一段時間則出現暴秀情況 這個可能是某種嚴重疾病的表現 對於他這個年齡來講 這種情況是一種不可承受之重 中共互聯網上 吳尋常的批判浪潮 仍在升溫 有評論人士總結說 粉紅網民 現在已在網上抽出三害批鬥 其中包括莫言 被指擁有日本股東 商品使用日本風格裝飾的農夫山泉 連美國資助建立的清華大學 亦被涉及 在粉紅發起的批鬥浪潮之下 還有商店被煽動 落假農夫山泉 快递員宣布拒絕運輸農夫山泉 產品的現象出現 不少圍觀民眾直呼 他們已經撞邪了 查理報導 7號網友貼出消息指出 農夫山泉已經被粉紅當做新的壞分子打擊 扣密直播間淪陷 在粉紅的人肉曝光下 農夫山泉創始人的兒子 被揭露是美國國籍 有與福島有關的股東 產品東方樹葉使用日本風格包裝等等 還有外賣劇手宣言 說他接了個單 到了商店一看是兩箱農夫山泉割墨水 就立即取消訂單 他聲稱雖然扣了10元 但問心無愧 還有自稱是超市所有者的人宣布 下架農夫山泉飲料 還宣稱不想給農夫山泉的消費成為射向自己的子彈 還有粉紅星稱稱 農夫山泉包裝平常的西友 與靖國神寫前面的裝飾一樣 淋淋種種 令很多網友唐木傑舌 對於這些現象 有評論區高讚回覆表示 現在的網友是不是都失業了 太空閒了 都沒有公開 胡言亂語達到了一個新的離譜程度 也是在同時 莫言和清華大學 因為與國際社會的聯繫 亦遭到粉紅圍毆 對此 有網友感嘆說 已經撞邪立 文字玉 這股風格很純正 十年文革在向你招手 這樣真的無必要 也有人認為 這樣的浪潮在背後明顯有團隊在推動 煽動粉紅網民的情緒 否則這樣的事件 不會那麼長時間仍然不停息 美國政府高級官員 星期四指責哈馬斯拒絕 釋放在袈裟扣押的 而受傷害的病人 老人和女性人質 拖延了與以色列為期六個星期的停火協議 美國官員表示 如果哈馬斯同意釋放特定類別的弱勢人質 今天可能會實現至少六個星期的停火 現在的責任在於哈馬斯 目前 以色列仍然在尋找 比加沙人質回家的途徑 同時 美方指出 由於穆斯林齋月在3月10日左右開始 我們認識到 極端分子可能會試圖利用齋月 引發一些非常不幸的事情 我們希望確保我們有一個和平的時期 以便人們可以進行禮拜 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 呼籲在齋戒月期間採取暴力行動 我們完全認識到極端分子的意圖 在星期四晚間的國情之文演講中 美國總統拜登談論哈馬斯10月7日的可怕襲擊 並稱以色列有權追捕哈馬斯和責任人 在協議陷入疆局的情況下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抵達卡塔爾 為達成人質協議做出最後的努力 一名以色列官員告訴Ynet新聞網站 耶路撒冷的評估是哈馬斯決定阻撓協業 這樣會導致戰爭持續到債越 美國官員在7日表示 這次談判沒有硬性規定的最後期限 另一方面 以色列國防軍對10月7日哈馬斯襲擊 發生之前的失誤展開內部調查 調查的結果將在今年6月初提交給國防軍參謀長 這次調查的重點包括10月7日前夕 以及之前幾天的情報和決策過程 同時將審視各級所做的所有決定 以理清哪裡出了問題 同時審查也將探討軍隊對加沙前線戰爭的看法 進行情報評估、討論重大戰役 以及軍隊人員和設施的配置等 國防軍參謀長哈勒維 在星期四發給部隊的信中表示 內部調查是為了幫助以軍了解情況 它說在戰爭開始時 我們未能保護平民 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任務 如果我們不勇敢地分析我們所做的事情 我們將很難學習和改進 也無法告訴公民我們如何能夠做得更好 立陶宛情報機構3月7日發表報告 指出俄國目前的國內儲備 仍然能夠在至少兩年的時間內 維持目前強度的烏克蘭戰爭 同時中共政府在其中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請提報到 立陶宛指出 克里姆林宮依靠高油價 逃避國際制裁和國家投資的手段 維持針對基庫的作戰 同時俄羅斯正在根據前線的經驗 對戰局進行評估 並且試圖提高戰鬥力 來自立陶宛的反情報國家安全部 和國防部下屬的軍事國防情報安全局 進行了這次調查 評估了俄羅斯目前的能力 作為前蘇聯的成員之一 立陶宛現在是北約和歐盟的成員 立陶宛認為 俄羅斯當局為了應對北約擴大的影響 正在北部和西部加強軍事力量 應對北約在邊境集結的情況 報告也說 俄羅斯情報部門正在努力逃避歐美 對其國防工業實施的制裁 立陶宛國基構7日表示 雖然公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和彈藥的 只有伊朗和朝鮮 但是中共已經成為它最大的微芯片供應來源 人民幣成為俄國國際交易的主要貨幣 同時 自2023年 俄國在白俄羅斯部署軍用核彈頭以來 蒙斯科一直在穩步建設供它使用的基礎設施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情報機構 也加強了招募國外間諜的動作 立陶宛在2023年拘留了幾名本國公民 原因是他們涉嫌為白俄羅斯提供情報以獲取金錢 立陶宛也警告說 自立陶宛在領土上開始事實異議的台灣使館之後 中共政府也加強了肯立陶宛的間諜活動 與北京有關係的網絡客客 涉嫌定期搜索立陶宛政府機構的網絡漏動 並發起襲擊 目的是滲透政府系統竊取資料 安全性追求者 競爭 機構不是 將門這陶宛 包括 既存在 城市 有一段 機構 開箱 感谢观看